巴西各地出现破纪录热浪 首都里约热内卢星期五的热指数高达摄氏59.3度 一名出席美国小天后 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女粉丝 相信是受不了场地太过眼热 昏倒后颂愿不至身亡 泰勒随后宣布展颜星期六的演唱会 避免再有人丧命 一些歌迷斥责主办单位 没有正视天气炎热的情况 改善演唱会现场闷热的问题 应该为歌迷不幸死亡负责 而在星期六的演唱会 不少歌迷拿着雨伞 饮料以及水果解暑 甚至在现场冲凉降温 希望在摄氏50度高温下能够见到偶像 不过泰勒在开场前的两个小时就宣布 他必须优先保障六万歌迷 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因此决定战演演出 我想出政筹 Monkey 我们也中美了 niin 你们这四天看